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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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宝祭长者 他所修的菩萨道 那么希望能够教导他 能够成就一切志 因为他已经发了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这位法宝祭长者 就很慈悲的 就拉着这位善才童子的手 就要他看他所住的地方 那结果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十层的楼阁 那么下面四层就是提供 这个众生所需的这一些物质性的 那第一层就是饮食 那第二层就有宝衣 那第三层就有更这种庄严的一些装饰品 那第四层就有这一些财女 还有这一些微妙的这一些器具 那就等于是有更高的这种福报享受 那从第五层之后就是菩萨的境界 那第五层就是乃至到第五地菩萨 那第六层就无处的菩萨 那么他们就能够更深的智慧 还有能够对诸法的法性 也能够透彻了解 那第七层就能够有这种神通 那么更能够度化众生的这种问题 可是最主要的他们还是在修菩萨行 有神通是要利益众生的 所以这个是第七层 第七层就是获得如祥人 第七层 这是第七层是有一个如祥人 那就等于是呢 度化众生的这种境界呢 又更加的提升了 就是能够了解众生而无众生可度 所以这个地方就如祥人 这个忍制就是等于是 对一切法呢 就是能够安住 不会被这个法 而就是影响我们的这种心境 所以忍 那第八层就是无量的菩萨是有神通的 而且没有退堕的 就不退转 那第九层呢 就是一身补促菩萨 就等于是等觉菩萨 然后第四层就是佛的境界的诸佛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位法宝记长者啊 他直接就让善才童子看 所以他也没有讲话 那善才童子直接进去这个宝塔里面啊 那么每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子去看 那就等于看到了有众生的境界 然后也有这个诸大菩萨的境界 乃至到佛的境界 所以我们上一次呢 就是介绍到这位善才童子呢 他请问了法宝记长者以后呢 那么法宝记长者呢 就让善才童子 直接看了他所住的这个宝塔 然后善才童子呢 又请问法宝记长者呢 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的 殊胜的这样的一种果报呢 是中了什么样的因啊 所以法宝记长者呢 他就告诉善才童子呢 这就是因为他过去 在这个无数节以前啊 在圆满庄严世界的一位 无边光明法界 谱庄严王如来 这个时候呢 这位佛呢 他录了 这个法宝记长者 当时所住的这个城的时候呢 他就供养 以音乐供养 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呢 又烧了一碗这个香碗 结果他因为有这样的供养呢 他就有功德嘛 那有功德呢 他又懂得回向 那他的回向呢 就是要永离一切贫穷 就是等于没有这种物质的缺乏 没有物质的缺乏 然后呢 他还要回向呢 常见诸佛及善知识 那第三个要横文正法 所以他懂得回向 所以等于是说 第一个 我们共佛有功德 所以有功德就可以回向 那回向的时候 就等于是说 我们用这个功德 我们想成就 怎么样子的利益 你这样 所以第一个 因为他能够回向 那永离一切贫穷困苦 那就等于是说 他就有这种能够物质丰富的果报 所以他有物质丰富的果报 他就可以来利益众生 你这样 那第二个呢 他也回向能够常见诸佛及善知识 所以等于就是说 他就能够听闻诸佛说法 那大善知识就是等于诸菩萨 善知识等于是真正有修行的 有成就的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就是在他的这个楼层里面 就是下面四层 就是等于是他的物质丰富 所以他用这样子的福报因缘 他可以利益众生 然后他常见诸佛及善知识 那这个等于就是说 他就可以跟诸佛善知识共住 那常闻诸佛菩萨说法 所以他第三个横闻证法 那应该就是在他的这个楼阁里面的 诸佛菩萨呢 就常识说法 那他就在里面就可以听闻证法 所以呢 这个都是因为他共佛的这样的一个功德 然后回向的这样的一个愿 所成就的啦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能够跟这个佛呢 就是同时 就是福报很大 就是与佛同时啊 生有佛时啊 那这个福报很大 就是因为有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供养 那当然有佛的时候 我们可以亲自听闻佛说法 那种摄受力啊 那种影响力啊 那我们真正有疑问的时候 能够真正问佛 请示佛 那佛是真正有证悟的 那么就了解一切众生的这种根性啊 又会教导我们正可以对峙我们的方法 就是妙法 那就是能够适应我们的方法的 那所以能够执佛事 执嘛 执就是遇到佛的这个事 就是等于我们跟佛生在同一个事 一个时间啊 这福报多大 那供佛因为佛的福德 这个是圆满的了 所以供佛的得到的这个功德更大 那又懂得回向啊 所以他第一个 他是物质性的 他不要贫穷困苦 就是没有这些物质的缺乏 然后又能够遇到诸佛跟善知识 听闻正法 那这个等于就是我们学佛 然后我们的生活又能够富裕 那多好 生活也不用困苦啊 不然我们还要去为了这个生活啊 要去忙碌啊或是没有时间啊 那学佛又觉得很累啊 所以呢 他就是有这个福报 然后呢 又有这样子的一种善法因缘 所以能够常见诸佛及善知识 横文正法 所以他懂得回向 然后有这样的福报可以遇到佛 然后他又懂得供养 最重要的就是有佛同事的时候 还有因缘可以供养 是这样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位法宝记长者啊 他自己的亲身所修的这个善因 而成就的这个善果 那这个中间就是法宝记长者啊 他就告诉善才童子 就是说他的这个法门呢 就是菩萨无量福德保障解脱门 菩萨无量福德保障解脱门 那在这个中间应该是这位法宝记长者啊 他有这个因啊在那个地方 那这个中间应该他自己本身也一直在修嘛 所以当他有这个福报显现出来的时候呢 他本身就是跟他这个福报呢 就是相符合嘛 他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他这个福报啊 如果说他没有再继续修的话 那可能他就是勇离一切贫穷困苦的时候啊 那可能就是没有向往佛法的话 那他也没办法承受这样子的果报啊 那一定是他自己一直在修啊 那所以他自己也有这样的境界了 所以呢他能够承受这样的果报呢 能够利益众生 那不然的话也许他就变成了自己享用了 没有跟众生结缘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他是已经是一位大菩萨的这样的一种 这种实证的实修的一位菩萨了嘛 所以他这个地方呢 就等于是可以利用他的福报来利益众生 是这样 那这个叫做菩萨无量福德保障解脱门 所以等于是他的这一个宝塔 实诚的宝塔呢 就是一个无量福德保障 那入了这个门呢就得到解脱 所以叫做解脱门 叫做菩萨无量福德保障解脱门 那这位法宝记长者呢 他当然也是一位菩萨了 实在在这个地方 五十三三的善知识啊 本身也就是大菩萨 那不可思议的境界呢 实际上也都是用在度化众生 那他就告诉上才同志啊 他说我就只知道这个菩萨无量福德保障解脱门 等于他就是善用他的这个果报呢 那以他的这个十层的宝塔在利益众生 所以他所修的这个法门就是这个法门 那是实际的 所以也没有多讲啊 那实际如此修如此的行 那这样子的一个果报 所以呢 他就告诉上才同志 他说我就是这个法门 那其他的像诸菩萨摩佛沙呢 他们还有不思议功德保障 就是除了法宝记长者 他自己的这个菩萨无量福德保障解脱门 另外其实也有很多的不思议功德保障 那如果我们以之前我们介绍过的明治居士 修足佩洛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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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自在主同志 还有很多的这些善知 他们也都是用他们的这种方法 那所以他呢也是很实际的 那他们的这一些 不思议功德保障 乃至住一切结 吾有疲艳 而我云何能知 而能说比功德行 就等于是说 那每一位菩萨所修的 他就是他自己的这种实证实行 那不是我就是用嘴巴这样讲讲的 所以我现在就是 让你看到我所修的这个法门 那其他的这一些 我既然不知道 那你就是还要再继续往下掺 所以这个地方呢 又告诉善才童子说 那你在往南 所以华元清呢就一直都是一直往南 他就说南方有一个国家呢 就叫做藤庚 这个藤就是我们说这个树庚的 树庚然后这个藤 这个攀藤的这个藤 藤庚 就这个国 然后呢 这个国土呢 有一个城市 叫做浦门 浦门城 那里面有一位长者 他的名字叫做浦衍 就是南方的藤庚国的浦衍城 有一位浦衍 浦衍长者 那你再继续向南方这个地方啊 去请教这位浦衍菩萨 那么 怎么样子学菩萨行 怎么样子修菩萨道 所以呢 善才童子呢 他 听了法宝记长者跟他的这样的一个 继继续指示在往南去参学啊 他就顶礼 那烙无数扎 然后殷勤瞻 就告辞 就告辞 辞退了 我们说就告退了 是这样 所以 我们这个部分呢 就等于是 介绍了这位法宝记长者 那这里呢 我们特别的这种殊胜的呢 就是说 他的这个石城的宝塔 就看到他用这种物质性的在利益众生 然后宝塔里面呢 也有诸大菩萨 那么 在这里度化众生的 那 等于是说 这位法宝记长者 他的这个法门就是 在这个石城的宝塔里面 那里面呢 最难得的就是 他又说到 他过去世在供佛 然后 回向 他的这种 能够免除一切的这种贫穷困苦啊 还要能够遇到诸佛菩萨 然后 还要能够听闻正法 所以我们这个里面 我们也学习说 我们的回向可以做这么样子的 美好的回向 这么庄严的出胜的回向 真的是 我们回向还要懂得 回向像我们平常 我们宋完经啊 愿得智慧真明了啊 颇愿在藏气消除啊 那这些就是针对我们自己本身啊 那这边 华阴经里面 这位法宝记长者 他回向还可以 世间的物质我们可以充足 然后我们可以知佛菩萨 然后听闻佛法 好像多好 那好像 我们 这个是一个圆满的愿 那当然我们自己的过程里面 我们说 能够消除我们的 这一些烦恼啊 灾障啊 然后我们也发愿啊 就是 有四大 四弘四愿啊 我们断除 我们的烦恼 然后我们 能够发展我们的智慧 然后能够度化众生 那这一些呢 也都是我们的目标啊 那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就 等于是又多学了 这位法宝记长者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那在华阴经里面啊 就是我们介绍 善财童子的五十三餐啊 这个内容呢 是等于是华阴经啊 的最后面的部分 入法界品的部分啊 那其他的像说 我们可以修的啊 一般呢 就是华阴经里面呢 就是显现佛菩萨的境界啊 那大部分都是不可思议啊 那实际上呢 在华阴经里面呢 我们在中国佛教里面也 就是很流通的呢 我们就把里面呢 针对我们众生 比较可以修的这种法门啊 我们就收编了 就是犯性品 还有静行品 还有普贤菩萨 行愿品 叫华阴经的三品啊 那洪一大师也有写这三品啊 他写华阴经以外也有写这三品啊 那我们这坊间也有把这三品 就是把他印成一侧啊 那这个里面呢 也都是要我们培养 我们善用其心啊 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 我们每一看到什么事情 我们自己的心在想什么 我们就要给他好的引导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人 很装有我们都希望说 当愿众生啊 他能够具足这个 这个 相好啊 然后能够好像佛一样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会起我们的这一些的这种 不好的信念啊 那如果我们看到高山呢 就当愿众生啊 智慧啊 就是能够按住啊 那看到大海啊 就当愿众生啊 智慧如海啊 那所以就是说 每看到一个静 我们都能够把它跟佛法 跟善法结合在一起 那所以《华严经》里面的这种不思义呢 就是从我们这个心里面来 其修了 所以《华严经》里面也讲说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就是这样 我们同样这个心 那我们是众生啊 那就是众生就是我们的心 就是有多种的 就是众生啊 一个静我们可以省很多种心啊 高兴一种心 不高兴一种心 还有很多的情绪 有很多的情绪的心 叫众生 众生就是众心啊 我们这种心 都不定的 所以从这个里面 我们把这一些 繁杂的这种 好像没有办法控制的心 我们给它导向一个善去 去向一个好的地方 所以就是往好的地方去想 那这样的时候就是善用我们的心 所以从我们的这个众生的心 我们慢慢来的给它培养 所以同样的心 在众生的境界 我们把它去向佛法、正法 那慢慢走向佛心 这是这样子 同样的心 那佛心也是这样子来修正的 所以我们呢 就是善用这个心呢 在环境里面呢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怎么样的能够了解我们这个心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善才同志五十三三的菩萨呢 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 也都是从这个心来修正的 利益众生的菩萨心来成就的 所以呢 我们用这样子来了解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所处的众生心也是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就是 这众生的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我们好好的引导 引导到真正的菩萨不可思议的境界 是这样 好 那我们接着呢 就再继续来跟大家介绍 这个佛教 善才同志 他 依照 法宝记长者的指示呢 他又在往南 去参访 这个 藤庚国 蒲门城的谱眼张者 所以这个地方呢 又是第十六位的善之士 所以我们又称作第十六参 所以中国佛教说 哎呀你参透了没有啊 那到这个禅宗也是说参禅参禅 就跟我们之前说 这个早期的中国佛教说坐禅 或是修禅 那禅宗就讲参禅 而是主要的就是要从我们的心性下手 就不是只是说我们坐在那里求安定啊 那他要从我们的心性去观察 叫参透 所以这个是从华音经里面五十三参 叫做参 因为他到每一位的善之士的地方呢 去请教他们所修的法门的时候呢 他就是要去学习 所以这个里面就叫做参 所以叫做参学 那参善之士 那善财童子呢 他就继续往南嘛 那他就因为听到的法宝记长者的这个指示啊 那既然还有这个南方的藤庚国 要去参访蒲衍长者啊 所以他就继续在往南走啊 那终于呢 他又走到了这个藤庚国了 那么在这个藤庚国呢 就每一个城市呢 他就去这个寻访 看这位蒲衍长者呢 在哪里 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呢 就有形容说 他其实呢 他所走过的地方呢 也是蛮辛苦的 所以虽利艰难啊 不但劳苦 那就是他 他这样子 每一位每一位善之士去参访啊 那么要走这么远的路啊 实际上呢 也是很辛苦啊 可是呢 他因为为了要求法 所以呢 他也不计较这一些辛苦 所以但为正念善之士教 所以呢 他心里呢 的正念呢 就是要去求善之士的教导 所以这个叫他的正念 那因为我们 在佛法的这个名相里面啊 有这个正念这样的名词啊 那一般呢 如果就是说 以这个修禅法来说 以八正道来说呢 就是正念 然后正定正思维 都是一起的 那这边的正念呢 就是保持我们自己心啊 的这种观察 叫正念觉知 就是能够觉知我们自己本身 神口一三叶啊 就是正念 就是能够安住我们这个心啊 能够观察我们自己的这种 外在内在的这种动态 那么在这里呢 他的正念呢 是说 他的心心念念呢 都放在要寻访善之士 然后呢 善之士所教导他的 他都心心念念在这个上面 那这个呢 就是正念 所以我们等于是 广泛的用的这种正念 那如果在禅修八正道里面 正念有正念的这种修法 还有四念处啊 还有四念处啊 能够观身观寿 观心观法 那那个呢 就是观察自己上面 那广泛的这个正念就是保持正念 我们心里不要胡思乱想 那在这里他就正念善之士所教导的 那他要去参这位新的善之士啊 那蒲眼长者啊 所以他自己心里就是想着说 那蒲眼长者在哪里 那蒲眼长者要教他什么 所以他愿长亲近成事供养 就是说他对善之士的这样的一个恳切的心啊 所以呢 他要片侧诸根离重放逸 所以他等于是要鞭策他自己的六根啊 鞭策是眼耳鼻舌生意啊 而不放逸 离重放逸 就是眼睛呢 他去了这个城里啊 他没有东张西望 他去这个城里也不会想说 这个城里有什么稀奇的东西啊 就像我如果我们去观光啊 那我们去每一个地方都是 这个地方 又有这个吃的真好 又有这边的东西啊 衣服